今天就跟大家說一下COVID的疫情 疫情不是過去了嗎? 實際疫情真的過去了 過去的模式 一如我們既往一直都這樣說 結束的方式就是當病毒雖然未完全消失 不過就因為它對我們的影響已經很小 我們就沒有當它存在 所以疫情就這樣消失 換句話說病毒都仍然在我們身邊 也引起一些病症 在小部分也是嚴重的 大家如果有留意一些新聞 你都看到最近 尤其是在歐美這邊就說是一種新的病毒 新的變種 這種病毒就說引起多了少少人入院 需不需要小心點 這個COVID應該都是冬季的病毒 那這個冬季即是疫情結束了的第一個冬天 那究竟我們需要怎樣去預備自己才是最穩陣呢? 先說一些基本的事情 到這個階段 我們大部分人 要麼就已經感染過COVID 有症狀也好 沒有症狀也好 要麼就打了一些疫苗 要麼就兩樣都有 那就是說你又曾經感染過又曾經打了疫苗 那這種我們叫做High-Bit Immunity 就是說如果你又打了疫苗 又感染過病毒的話 那通常我們身體裡面的免疫記憶 就最好的 保護就最好的 即使我們今天遇到病毒 就算它變種也好 大部分我們身體的免疫系統都記得它的 那記得它又不是代表不會讓它感染的 那其實感染就真的很難避免的 打了疫苗也好 你感染過也好 今天你即使感染這個病毒 這一刻來說 都多數都不是嚴重的 跟大家update一下 現在那個病毒的情況 病毒我們雖然沒有理它 它也是繼續在變種的 所以最近有些報紙、新聞 或者一些社交媒體 在這裡就說有新變種病毒了 大家要怎樣怎樣小心 病毒的確是一直在變 不過可以告訴大家 最後一種引起一大波的疫情 就是2022年2月的BA.2 之後它不斷變種 到今天現在的 其實在流行病學上 都沒有什麼重要性 即是說那些之後變出來的東西 就可能過一會兒就沒有了 被別人替代了 或者它引起的那些個案 又不是真的多得那麼膠關 所以到今天來講 到這一刻 都沒有什麼重要的病毒 是真正對我們有大的威脅的 現在變這種病毒 仍然是Omicron Omicron 之前有Alpha、Beta、Delta 然後才有Omicron 但Omicron之後就似乎沒有什麼很大的變種 令到它有些新的 即不是Omicron的病毒出現 現在變來變去都是Omicron 之後這個病毒會怎樣走向 怎樣變化呢 其實就不外乎那幾種 outcome 要不就是它變成那麼多的時候 可能有些以前的病毒 譬如說有些Beta 又走出來又變成主流的病毒 亦都有機會 現在的Omicron 又繼續變下變下 越變越厲害 可能變了一隻出來 傳染力會比較厲害 或者它引起的病嚴重一點 我們就要特別小心 可能要再做一些新的疫苗出來對付它 第三種情況就是 譬如說這種病毒在一些動物裡面 譬如在一些鹿裡面 已經形成一個reservoir 即是形成一個pool 即是說病毒已經在動物那裡 不斷在傳來傳去 亦都會不斷變種 不排除就變下變下的時候 有時會經過那些動物 又跳上人那裡 令到人那裡有一個大一點的爆發 最後一種情況就是 其實以前都發生過 或者現在都已經發生著 就是說病毒在一些抵抗力弱的人身上 就不斷不斷在變種 因為在這些人身上 病毒就很難完全清除 它的感染就會拖很長時間 在拖的過程裡面 它就會不斷地變種 這個變種過程 亦都是產生新的 可能更厲害的變種的溫床 這些四種情況其實可以同時發生 即是說今年冬天出來的病毒 現在都很難說是怎樣 會不會有些傳染性高一點的病毒出來 會不會有些引起致病率 致死率高一點的病毒出來 這個是不排除這樣的可能性的 不過到這一刻來說 似乎都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即是說如果你已經是打齊針 即是你已經感染過或者兩樣都有的話 如果你身體是健康的話 你也有足夠的保護 就算新的病毒感染你 嚴重的機會都不是太高 最高危就是一些 比如說老人家 或者是一些免疫力弱一些 有些免疫系統的病的人 或者是長期食類固醇的人 因為這一批人的免疫系統 運作就沒有那麼理想 即使你感染過也好 如果你是打針也好 那你的保護效果就沒有那麼好 那未必能夠維持一個長時間 那這一批人就可能要考慮 即是適當的時候 就要打回加強劑 至於什麼時候打 怎樣打呢 因為各種地方不同 你就要參考 譬如你多道的衛生署 或者就那些醫生的意見 所以需要的時候就打回 情況有變的話 我就再跟大家update 那我最近看一些片 那香港的情況 有些人就說香港那個 就是市道啊 吃東西啊 玩啊 那些地方好像就比較冷清一些 不知道真是假 現在大家都知道 很多的消息都真假難辨 傳媒也都很難完全相信 那有些片就看到說 路德維啊 晚上都靜了 不知道真是假 那因為以前我沒走之前 晚上路德維 真的都旺得很厲害的 又說很多人就上了深圳消費 去玩去吃 那大家如果了解真實的情況的話 那歡迎留言告訴我 好嗎 多謝大家收看 記得記得按訂閱鍵 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